那剛剛講的變化題 剛剛是我要取得是不標準 不標準是5%以上 -5%以下 那如果今天我要把它改成end的話 剛好是什麼樣 剛好是end是 應該是小於等於5% 而且 大於 等於 負的5% OK那所以邏輯敘述 大概知道之後的話 我把它改一下那改的話我直接拿這個來改 把那個偶爾改成end好了 所以 這邊的話呢把它改成and end 第一個 OK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改成追式如果是什麼 它應該是 小於等於 所以小於等於 包含版字5 小於等於版字5 而且呢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負版字5 OK 大於等於負版字5 那它的標準 這個表示標準 所以把它顛倒一下 True的話呢是標準 反之的話呢就是不標準 所以如果做完之後啦 當然你把它向下填滿 結果應該也會是一樣的啦 所以你會發現喔 雖然 這個用end跟偶爾 不一樣的公式 可是做出來結果是一樣的 各位不用覺得很驚訝 真的很多工作裡面 你思考的方向不同 邏輯不一樣 可能公式不同 但做出來結果會是一樣的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再來就是做出VBA了 VBA怎麼做 基本上前面我們有提過啦 反正就是 如果我要做 三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是什麼呢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話 就是增減體重百分比的函數 所謂函數是什麼 如果我直接按下它 那我直接就把公式丟進來就可以了 按下去 OK你會發現喔 標準不標準出現了在L欄裡面 那可是呢裡面雖然看到的 是標準不標準 可是你又不要放上去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裡面居然是丟什麼 把 剛剛做的公式丟進來 其實我沒有做任何的時候 我只是把剛剛的公式丟進 丟到裡面去 所以 所以這個地方的程式只要寫三行就可以了 For i 等於 4到 13 裡面的話 Sales i列的L欄 等於剛剛的公式 但是呢如果你要把一個公式 直接丟到儲存格裡面 可能要記得兩個 重要規則 第一個呢 就是公式裡面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你要變成兩個雙引號 第二個的話呢如果它裡面有列號 你要把那個列號改成i 不然它不會動嘛 那這個第一個 就是輸出的結果就是 直接把你原來寫好的公式 丟到儲存格裡面去 這種方式還蠻好用的 為什麼因為以後你要一鍵完成很多欄位對不對 你就一直丟丟丟丟丟丟丟 你會發現奇怪它所有東西都全部完成 看起來 好像都 全部重新做了 可是實際上你只是丟原來你會的公式而已啦 這個部分的話 等於是 如果你不希望 你不想重新寫 想VBA怎麼寫的話 這個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第二個就是說我輸出的話 假如說我是在VBA裡面處理完 所以有第二個按下去 你會發現輸出的結果 上面就是不標準 有沒有 裡面呢就不是一個公式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 在VBA裡面先把邏輯做完 再輸出資料到指定的儲存格 OK 所以這兩者差別是 在哪個地方處理 這個是在VBA處理 上面是丟出去之後 再到Excel裡面處理 OK 處理的地方不同 不過結果是一樣的 其實說真的 最重要是結果嘛 對不對 我們最後 那至於怎麼做的 應該大部分人都不會特別關心 除非是內行人 才會去看一下 有沒有我剛剛如果優標沒有放這裡 就是說真的 你看得出來嗎 對不對 看不出來 對不對 而且甚至如果你想要點擊 你還可以把這邊設保護 把它隱藏起來不就好了 他也不知道說你到底丟公式還是丟結果 OK 最後的話呢 就多一個清除 OK按下去 好這兩 這三個按鈕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我們把那個 也許我們直接在這邊 切到Visual Basic 那我們第一步的話 一樣是在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因為之前的那個Module 1 裡面公式已經做了一堆了 已經一堆的VBA了 所以呢我的習慣是 在模組上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全新的模組 去做什麼呢 做剛剛我要做的那三個按鈕 不然的話可能 程式太多了你會找不到 尤其有些同學寫這邊又寫那邊 那所以我是怎麼樣呢 在這邊插入個新的模組之後 並且呢把這個模組的名稱 重新命名 也許我這個名稱叫什麼 增減 Module底線 增減體重 有沒有 所以以後的話呢我直接看到 那個Module 他就是增減體重的話 那我以後就可以找得到了 可以針對不同工作表 可以給不同的模組 這樣會比較方便好管理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輸出什麼呢 輸出公式到 指定的儲存格的話 那我第一步要怎麼做呢 一樣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也許我叫做 增減體重百分比函數 底線函數 或者增減體重百分比 底線 這個函數指的自己是有函數 那把名稱打上去就按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在裡面寫一個回圈 回圈裡面呢再放一個什麼呢 放一個 Sales I列 L欄 等於空的 OK 不過這個現在看到是等於跟清除是一模一樣 所以也許你可以把上面再複製 再貼到底下 做弄個清除 實際上你可以 它的基本前面的步驟都跟做清除 資料是一模一樣的 差別只是說呢 你要在那個雙引號裡面 把剛剛你做過的公式貼到裡面來 1先做個 4回圈 4i等於 4到13列 然後在哪一個位置呢 在i列的L欄 輸出我們要的東西 我目前是清除 那我要怎麼樣把那個公式丟到裡面呢 1 先點擊 我們剛剛的公式 這個地方呢 資料編輯按 复制 按右鍵复制一下 把這個公式 複製之後的話 記得先取消 記得你這個地方 游標如果停在這邊 你這個時候切到 那個VBA是切不過去的 點不過去 所以呢記得 一定要先把那個剛剛這個 這個部分取消一下 把它按個取消 再到那個剛剛VBA的部分的後面 把它貼上 不過貼上 記得 有兩件事一定要注意 就是如果你在這個 這個公式裡面呢 本來已經有 裡面是不是有雙引號 1234 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好記得喔 因為 公式本身的 雙引號 跟外面的雙引號是兩個世界的 裡面的是屬於Sale的 外面是VBA 你不能混在一起 不然它搞不清楚 兩邊是不同的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把這個公式裡面 如果有雙引號的部分 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一個 等於是一個變兩個就對了 那在 大概會加 總共有四個 所以在 不標準跟標準 前後有沒有 加一下 OK 所以變兩個 就知道說 你兩個就是裡面的 一個是外面的 這樣就分開來 第一個 這個時候應該寫 寫第一階段的 第二個的話呢 我現在直接把它輸出啦 不過你現在如果直接輸出的話 是可以可以跑 不過呢 會有個問題 我先把它加個 VBA好了 VBA 好 輸出到這一欄 那如果我現在把它輸出的話 基本上你會發現 全部都不標準 為什麼全部都不標準 你可以點下去看 它什麼呢 這個每一個有沒有 你會發現 它的每一個公式都一樣 它不會因為什麼呢 往下一列 這個4會變5 有沒有 5會變6 所以呢 再來就是說呢 你需要把 那個4的列號 有沒有 改成I就可以了 4怎麼變成I 這邊的話 基本上呢 我們把 這個公式裡面 看一下 這個公式裡面 第一個 是雙引號 兩個 第二個是把 列號 裡面有4 基本上呢 它基本上會跟那個 負回圈的 起始值是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呢 我要把這個 4變成I 用I來取代 它才會跟著跑 不過這個時候你不能直接把那個4給清掉放進去喔 因為 I是一個變數 那 現在這個本身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字串的意思是從頭到尾是連續的喔 那你不能直接就把I放進去 它出來就變Ji 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 把這個4 選起來 然後呢先把它切開 切開的話是兩個雙引號 就是一個是前面的一個是後面的 移到中間 因為我要串接嘛 所以AND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所以 如果你實在記不起來你應該被口訣 常用 因為 先加兩個雙引號移到中間 再加兩個AND移到中間 再中間加一個I就可以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其實跟Excel裡面那個串公式還蠻像的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遇過類似 應該有遇過我們前面好像也有串接嘛 差別是說呢 在VBA裡面AND符號前後要加空白 所以最後呢記得喔 補一下 補一下空白 好 做完了 做好一個之後 後面還有一個4對不對 其實不用重做啦 你可以怎麼做 可以把那個 雙引號 到雙引號這個範圍 把它怎麼樣 複製一下 有沒有就這個東西喔 然後呢再把這個4 把它蓋上去 大功告成 不過雖然動作沒什麼 但是喔 千萬不能做錯 你如果 做對了 它就給WALK 那最後直接執行來看一下 剛剛那個裂號不會變動 可是現在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喔 讓它跑一下看看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欸 輸出的話 你看4喔 下一個會變5 變6 變7 變8 有沒有 那它會變的地方基本上就是 因為我 這個串接的時候呢 把i放到那個 公式裡面 所以它丟的時候呢 就會自動去變更 那個 最後面的裂號 OK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以後如果說你要把公式直接丟到儲存格 用的方式跟這個一模一樣 很多地方都可以這樣用 而且甚至不是只能丟一欄 你丟很多欄也可以啦 按下去 全部跑完了 可不可以啊 如果你很多欄都已經做好公式 那你希望一鍵完成 而且自動輸出 爆表的話 就反正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因為VBA的優點是你要串幾個都可以 你串很多也沒關係 OK 所以你按下去 所有的動作呢 它就會按照你要的全部串在一起 一次就全部完成了 甚至VBA裡面還可以做什麼 它裡面還可以設定 像鬧鐘功能 幾點幾分幾秒做一次 還有什麼呢 不一定像鬧鐘啦 每間隔幾分鐘或者幾秒鐘 幾個小時 做一次 只要你銷售開始的情況下 它會一直跑嘛 所以如果你要 一段時間去撈什麼 撈那個 像 台灣的那個 股票的 相關的資料 或者 撈國外的啦 其實也都可以 甚至可能比如說 你每天要比對嘛 像你寫好了 自動比對 其實你要的就是 比對之後的結果的 甚至是 比對之後的 某些資料 或者說 不是 某些資料 異常的話 你可以設 邏輯條件嘛 再直接 告訴你就好了嘛 你每天 就是為了撈那些資料 你每天要花多少時間 但是如果你這些資料 全部都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就是最後拿到結果就好了嘛 OK 你可以 專心致力於就是最後那個結果的去分析 做一些後續的動作 我想這個應該才是 比較重要 OK 所以 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 如何把那個 我們的公式丟出去 請各位試一下 那關鍵就是 1 先 跑一個回圈 for I等於 4到13 Next 然後呢 在L欄裡面呢 輸出公式 這個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貼上公式 兩個重點 1 雙引號 如果有的話 要變兩個 2 裡面的列號 一般是會跟 I的初始值一樣 然後呢 把它改成I 對 呢? 呢? 呢?